大量巨石醉落在道路上 地上還有工人的血跡 連日好雨持續傳出災情 苗栗縣泰安鄉苗62縣 上午事件多發生一起落石 砸死工人的意外 男子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據了解這棵巨石船頭防護 往後砸到背對的工人 另外23號晚上 在苗栗濁蘭一間土磚的平房 受到大雨的沖刷 房屋突然坍塌 整個石堆堆成一塊 傳出有一名阿嬤住在裡面 裡面現在幾個人 裡面喔 有兩戶啊 兩戶啊 有一戶只有一個 錦銷緊急到場後 經過確認 坦塌的範圍是沒有人居住的空間 獨居的阿嬤也沒有受傷 所幸是虛擊異常 苗栗火焰山登山協會 置工人23號前往會看 親眼目睹到驚人的崩塌瞬間 火焰山兩天 累積超過300毫米的雨量 登山步道也有發生崩塌的狀況 因此暫時封山 從晚上開始到25號是封面在通過的過程 中部以北 東半部地區可能雨會屬於整天持續性的降雨 並且有些地方都會出現局部的較大雨勢 至於在其他地方 大致是以午後的降雨為主 受到低氣壓的影響 各地雨是明顯 全台水庫帶來豐沛的雨量 根據水利署資料顯示 目前全台5座水庫蓄水率達100% 苗栗的鯉魚潭水庫就在放水當中 3015軍神苗栗採訪報導 至少 谢谢大家